男人每次洗澡 都要未婚妻帮着搓澡 但凡力气小一点 这个澡都算白嫖 男人无通 二是好几 却天天被为过门的媳妇 追着喊着帮洗澡 想自己洗 未婚妻还不答应 于是为摆脱这个让他厌烦的女人 无通就向师父诡异寻求帮助 而诡异也不愧是用药高手 什么可以都没有 但药药应有尽有 比如这个只要一吸入 身体机能就会缓慢十倍的泥土 以及令所有女人闻名丧胆的 碎奶血堤子等等 保证娇妻远离你 可惜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骨感 这些玩意无通全给自己尝 莱茵的不行 他就正大光明逃跑 留下美娇娘独守空房 而无通的爷爷奶奶 很喜欢未婚妻小林 于是送出一盒吃心情长高协助 只要把这玩意抹在嘴上 亲到谁 谁就会一心一意爱你 永远不分离 简直就是恋爱神器 而另一边 逃婚成功的无通准备去闯荡江湖 哪知刚出门没多久 就看到一飞毛腿从眼前跑过 来人停下脚步 向他打探最近的小镇在哪 言语间满是客气 而轿子里坐着的 语气更是温和且友善 原来眼前女人 竟是当朝的天乡公主 无通见到对方美貌 不由地夸上两句 殊不知 贴身侍卫阿儒 也在垂涎她的男色 悄悄跟到湖边 偷看帅小伙细水 接着她施展一招翻天倒海 将湖里的水全部抽干 此话一出 阿儒更激动了 毕竟处男吃着更香且补身 眼看真操即将不饱 除暴安良的女侠孟青丝 出手相助 阿儒根本不是青丝的对手 几乎没有反手之力 而无通为了守住节操 便跟着青丝一起离开 哪知刚到集市 他们就听说了 有人以孟青丝的身份 在一红院拍卖出叶犬 而真正的当事人 简直不能忍 于是决定今晚 去看看究竟是谁在冒充她 女人被粗鲁丢上床 而彩花贼正在旁边 虎视眈眈眈 朦胧沙布滑下 幕后女人也露出真样 深邃的五官 冷眼的性感 你的彩花贼们连连感叹 女人衣袖大场 风情半躺 她红唇一张 悲情地说自己是扫把星 哪个男人碰到她 都会惨遭殒命 彩花贼呵呵大笑 到手的鲜花 哪能被轻易逃掉 刚想上手包衣 却被伸手阻拦 女人打情骂俏 笑着问道 猜猜我的生肖是什么 男人猜了好几个都没对 最后女人告诉她 我属蜘蛛啊 男人被逗落了 这是欺负 他不知道十二生肖是什么 接着继续毛手毛脚 可随即 原来女人是东营忍者 名叫蜘蛛 是日本第一高手霸刀的徒弟 而暗处偷窥到一切的青丝 上去就脱掉人家衣服 并与其交手好几个回合 可惜最后还是让人给逃掉 事后 她与诡异几人会合 意外得知了自己未婚夫上官无几 因三年前阻止霸刀侵入中原 而身中剧毒 已知现在都昏迷不醒 更重要的是 据说霸刀将卷土重来 而现在又没人能对付得了她 不过好在无极在昏迷前 将一把钥匙交给了青丝 只要拿着钥匙去天剑山庄 就能找到制服霸刀的玄天玉女剑谱 于是众人前往山庄 只是没想到 这里有只变异的绿毛僵尸 奇丑无比利大无穷 就是众人连起手来也根本都不过 而打斗过程中 跟踪青丝的蜘蛛两人 无意间找到了玉女剑谱 本想偷偷摸摸顺走 谁知绿毛注意到了他们 两人根本打不过 只能把腿就跑 趁着这个空隙 青丝顺利拿到了剑谱 只是剑谱打不开 除了无极之外 谁也没办法 所以他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得先救醒上官无极 至于迎走绿毛的蜘蛛两人 还在苦苦挣扎 不过霸刀及时出现 人刀合一轻松解决了绿毛 两人还在感激师父的救命之恩 殊不知霸刀未增进功力 也准备对他们下手了 这个女人被用完就丢 而在享受的居然是个75岁的老头 别看老头现在苍颜白发 但你敢信 她白天时还是这副模样 只因每晚抓个处女来滋补身体 所以才能维持在青年模样 现在霸刀抓不到女人 于是把目标 转向了自己貌美的徒弟上 她一把将人扯过 准备行不轨之事 但不忍师妹被糟蹋的尸解 上前阻拦 哪只反被抱住 率先被裁补 不能取用 霸刀便把蜘蛛打伤 而在两人逃跑途中 偶遇了诡异等人 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刚好玉女见证 需要七名武功好的女子才能练 于是蜘蛛和她师妹 加入他们阵营 帮忙对付曾经的师父 而无极身上的毒被解厚 就打开剑谱 让七人跟着幻影练习 虽然小有雏形 但距离练成还差得远了 而这段时间 大刀还接到一个任务 就是他要抓到天乡公主 作为两国谈判的本钱 于是他杀了诡异 又捉住吴通要携公主跟他走 隔天一早 就准备将公主祭天 又把吴通丢进河里 准备祭和神 而刚把人抬走 吴吉就带着六人赶来 只是这剑阵少了一女子 威力就大大减弱 就算是武功高强的吴吉勉强加入 剑阵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 几人被打得毫无反手之力 就看就要命丧霸刀之下 变成女人的吴通 从水里冒出来了 因为他误视过变性药水 只要身体一沾到任何水分 就会变成女人 这简直就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现在七名玉女极其 剑阵的厉害之处也就显现出来 霸刀1V7 怎么看都没有胜算 果然 他最终还是败在了自己刀下 这部93年上映的《武侠气公主》 是由鬼才导演王晶制作 以前的香港电影拍着跟玩一样 演员阵容强大 段子层出不穷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童年回忆呢